這次應該夠快了吧 呵呵呵 distract 呵呵 收到一個箱子 開一下看是什麼 哇 看了就是大箱子嘛 是從NIKE寄過來的 很意外我也能收到這種PR的禮品 非常感謝NIKE 箱子裡面裝的東西主要就是一雙球鞋 也就是三月份最重磅的一個產品 AMX2090 鞋盒依然只是普通的Nike Sportwear 它的貨號還蠻特別的 中央鞋的貨號是BV9977-101 然後它的顏色有點怪 是White Black and Volt Valerian Blue 中文講的話是叫白色黑色螢光黃 鞋草藍和微黃綠 直接的講就是螢光綠 和一個有點碧綠的藍色 就這樣其實這顏色還蠻鮮的 然後我在官方的圖片上 也沒有找到過這個顏色的照片 反正他們自己就這雙鞋了 那由於疫情的關係 Nike本來每年3月26號都會做一個 在不同城市舉辦的 Air Max Day的活動 但是今天沒有辦法做了 所以就改成了線上活動 所以才有機會拍這次視頻給你們看 那作為一年一度的Air Max Day Nike每年都會重新去複刻一個款式 或者說再設計出一雙新的款式 作為Air Max的一個系列的延伸 那今年的這一雙2090 也就是為了紀念Air Max 90的30周年 而設計出來的一雙鞋 先說款式吧 你們覺得這雙鞋到底好不好看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蠻新鮮的 我願意嘗試的話 你就發個1 你覺得不好接受 我不是很喜歡的話就發個2 我看看你們對這雙鞋感覺到底怎麼樣 其實如果要聊這雙鞋的話 我是不是應該拿一雙90在手裡做對比呢 理論上來講是這樣的 但是我自己之前的那雙90 實在是穿了太多年 然後那個底完全都粉化 就已經氣墊都快掉出來了 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就已經把它丟掉了 所以我現在手裡沒有一個實物 但是我給一些圖片給你們參考一下 你們也大概能get到這個點 其實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從外觀上呢 它是有延寫Air Max 90的一些設計元素 比方說它最明顯的這個側面的擋泥板 然後再加上後跟這個條文設計的logo 其實它是有一個隱藏的Air字體在裡面的 不過可能屏幕上不是很看得出來 那雙鞋的最大的一個亮點 就是它這個巨大尺寸的Airbubble BIG S Airbubble 鞋底的設計其實跟90也蠻像的 然後是為了新的Airbubble 所以改了一下後跟的這塊的設計 前面滑浮隔的位置其實還是很明顯 能感受到設計上的演習 包括這一個小小的Air 也是當年90在這個側面的位置有個小的會章 那整體來講 這雙鞋的設計其實我覺得還是很適合這個時代的 除了這一鞋方面呢 其實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但是在設計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 就是背後的一個設計靈感的來源 那當年Air Max 90的設計靈感 是來自義大利的那些超跑 有點復古未來感的超跑的設計 這雙2090呢 它的設計靈感同樣致敬了汽車 或者說交通工具這一個物品 但是它的設計方向是未來的交通工具 說這雙鞋的設計靈感來自未來汽車 不是說未來汽車一定長這個樣子 要注意一下 這裡說的是這雙鞋的感覺 就是設計師們眼中 或者說他們腦海裡想像的未來交通工具的一個設計方向 是這樣去理解這雙鞋的設計感 也是一個靈感取材 致敬Air Max 90的一個方向 很有意思的設計師它的鞋舌呢 雖然說是襪套設計 但它有一個穿孔 這個穿孔 除了跟後跟這個體環呼應之外呢 還有一個非常實際的作用就是你穿鞋的時候 你這樣一提兩邊有個非常好的受力點 就很方便很好穿 包括這個勾勾稍微裁切掉一點點的這個設計呢 其實也是Air Max 90當年第一次採用的設計 其實你要是一旦接受它的款式設計 你覺得OK的話呢 它是有大把的顏色去隨你挑的 我們就不在顏色上做建議了 因為這個顏色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不是適合大多數人 我們來講講你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 到底要不要買這雙鞋 那首先就是它的腳桿 你可以看到前掌泡棉 和後掌的這個氣墊的位置 其實是在裡面是貫通的 那後跟由於氣墊的存在 所以特意的包裹了一層巨大的外殼 這個藍色的部分就是了 那拋開這個外殼 只含它的中底的話 就是螢光綠的這一塊 其實回彈性是很好的 它是非常柔軟非常Q的那種腳桿 但是不是說軟到會讓你走路美麗那種 還算是比較適合日常出門的 就是壓馬路的一雙鞋 我這個體重的人來講 我不是很踩得動這種尺寸的氣墊 它真的超級大 但這雙鞋有一個非常好的好處就是 我相信也能一眼看出來 就是它巨無敵增高 你知道嗎 這個後跟 我穿上就基本上有一米八的感覺 很誇張 我覺得女生應該會很喜歡 尤其是它像前面這種鞋型瘦瘦的感覺 它是很適合女生在夏天穿 有非常好的顯腿長的效果 如果你要是出門旅行 或者是想跑跑步跳跳運動一下 我就不是很建議你穿裝鞋了 它鞋面的材質呢 是不是說特別特別耐操的那種 保證了透氣性的情況下吧 會有一些取捨在支撐性方面 那所以說到支撐性呢 你也可以看到它整體都是採用一個半透明的 現在比較流行這種殘翼的材質 支撐性從強到弱示意的方式 就是它的透明度了 黑色這一塊支撐性是最強的 它是不透明的 然後過來半透明到全透明的位置 就是支撐性從強到弱一次遞減了 你別看它好像沒什麼支撐了 其實它內側還有一個縫線和壓膠 也能帶動中間這一個螢光色的部分 作為一個鞋面支撐和一個鞋帶拉緊的作用 所以說它的支撐性不是很強 但它畢竟不是一個非常硬核的運動鞋款 你日常出門的話是肯定沒有問題的 那麼總的來講呢 這張鞋如果10分的話呢 我會給它8分 那除了設計和性能之外呢 其實它更多的是一個展現一個品牌理念的方式 不知道你們會打幾分呢 你們可以發彈幕或者評論告訴我一下 當然了如果我自己去選擇的話 我可能會選一個更加適合日常的配色 這個配色還是有點太跳了 當然它看久了我覺得也還不錯 當然也不能說這張鞋一出來 90就過時了 其實可以看到4月刊的go out 現在還在把MS90當作一個非常好的單品 展示在他們那頁中做一個單品推薦 我個人來講日常出門的穿搭 我會更多的去考慮MS90 因為這張鞋講真的它的存在感 對我日常來講過於太強了 稍微有一點難駕馭 但是我也嘗試了一個 怎麼說有一點點中二的搭配 就幫你們看一下好了 那它的馬數呢 我建議你比平時的Nike 穿大半馬就好 不用太大 然後它的鞋身設計 其實它鞋圈看起來好像寬寬的 鞋圈還是比較窄比較瘦長的 看得出來嗎 然後它的鞋面設計是兩層 裡面是一個襪套式的套桶的感覺 外面這一層才是殘翼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兩層鞋身的 它這個無形中呢 會壓縮一部分鞋內的空間 所以我是建議你買大半馬會更舒服一點 透氣性的話就正常 當然比不上Flyny或者是 只有一層殘翼的那種鞋款 比起MX90自己來講 它的透氣性肯定會更好一點 後跟的部分呢其實你可以看到 除了這一個條紋的揮鏢之外呢 沒有太多其它的硬質的支撐存在 唯一一個後跟穩定的支撐 就是這一塊非常巨大的鞋屁股 那我相信這雙鞋接下來也會在 Nike很多門店都可以看得到了 如果你真的感興趣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去試一試的 那麼這大概就是關於這雙鞋的一些信息了 希望對你選購來說會有一定的幫助吧 那麼其實由於時間有限呢 我可能有很多的點沒有說到 那相信這雙鞋不久之後 你可以看到其他很多視頻了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 你可以多看看其他UP組的內容啦 那這就是我在短時間內 拿到手之後的一些感受 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吧 那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的話呢 記得點一下訂閱了 我是Rock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 就 Пока 我發現現在懷疑說 inner小負寬 他看起來ос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